由陈思成编剧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北京爱情故事》 11月19日在京举行了发布会 导演陈思成携主演梁家辉、刘嘉玲、佟丽娅、耿乐、郭京飞、刘浩然正式亮相 当天,活动现场被布置成了婚礼现场颇具浪漫气息 这也使得导演陈思成一上来便向女友佟丽娅求起了婚 你未来的担子还很重 包括可能要给我生小孩 吓跑了 对,然后好好的照顾自己 对,反正就照顾自己 照顾好自己,尤其我不在的时候 看不出大男子陈思成在这方面还真是真诚 当着一种媒体面就秋气了婚 可没过一会儿,真诚的陈思成又朝刘嘉玲单膝跪地 大言感谢之词,使得嘉玲姐毫不尴尬 因为特别感谢嘉玲姐今天能从台湾特意赶过来赶最早的飞行 我带着非常喜悦的那个那个Lock给你们 哇,刚刚在结婚 对对对,新婚愉快 她有种感,新鲜的话,我这个时候会掉掉 连那个钟可能会车到滑了,感到会退场 然后感谢她 不行,不行,你不能滚 一定要有造型,一定要有造型 但造型不贵,不贵,好,就摆一个造型 好,摆住不要动 看不过去的梁家辉为了拯救嘉玲姐 无奈抱起了通利亚,索性来个大团圆 而该片也是梁家辉,刘嘉玲相视20年合作的第10部影片 多次合作,两人也是相熟甚欢 这不,就在活动现场 刘嘉玲就拿梁家辉打起了去 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实力派的一个演员 然后我非常喜欢韩战里面你的演出 但是你还是会说给他 这个祝福让嘉玲哥现在心里头 怎么突然会扯到 扯到那边去 哭流娱乐北京报道 感谢观看